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找那所谓野山爬 每个礼拜出去两天 家里村不管 家里村不管 管不管 这事是个小事 爬山车有一定的危险 你最近发现了没有 现在这种山地越野 戈壁穿越 一桩飞行 超长距离 什么奔跑 还有什么急切运动这种事 最近管得严了 有的项目取消了 我听我们戈壁邻居家那孩子 在嘟嘟当嘟当 我说这事你们 他说他们没出事 他们都专业 你专业不等于参加这事的人都专业 这种事责任不清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 死亡马拉松 一下死那么多人 死亡马拉松 世界马拉松史上 都没发生过这种事 结果书记 书记跳楼了吧 然后处理了一大堆人 这个地方政府 现在不知道怎么长出这个毛病来 地方政府还有某些部门 他们干嘛 他们玩的东西叫外包 什么东西的外包 听起来是市委层政府干的一个大事 然后领导一间踩 蹦枪一打 其结果呢 是外包给一家公司 公司名头很大 再一查那是个夫妻店 然后注册资金 保障 基础 一切一切都没有 有人说涉嫌腐败 说腐败不腐败 这事咱不敢说 这事呢 需要有关方面去查 但是外包这件事 形成习惯 以至于外包占的比重相当大 导致什么 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本来应该你们做的事情 你们不做 本来你们该负的责任 你委托给别人 结果出了事之后 那还是导致你书记跳楼啊 我的一个朋友到外地讲课 他告诉我说 包括讲课这种事都外包 包括什么什么主题的展览都外包 甚至包括 尤其是包括处理复杂的官民关系问题 也外包 那出事是你们公司拆的又不是我拆的 外包这事我准备找个时间 我准备向有关方面专家请教一下 再跟各位谈 咱先说这事啊 这个白银那个地方 那个外包 结果出事 这咱不讲了 单就这种事本身呢 这种赛事太多了 民间自发的 又登山 又跑步 又拍眼 又以外太索 这玩意没完没了啊 没完没了 按说参加运动好 隔壁王奶奶 把这种运动一概称之为 吃饱了称子 过去吃不饱 节省体力 是吧 干活要干有用的活 现在都是要 过剩的体力要宣泄 要折腾 最有积极性的是 这个活动里边 那个小头目 小头目里边分两种 一种是 有小领袖的光荣 小领袖荣耀感 还有一种呢 你总得有点意思 培训吧 器械吧 带购吧 要有点小钱挣 这种人最有积极性 还有呢 队员也有积极性啊 我是吃饱撑的 我咸的 我减肥 还有 我觉着自己睡觉不好 我又要改善睡眠 还有我想让自己体能更健碩 还有我要培养一个爱好 让我的女朋友觉着 我这有毅力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动机 最后就导致 现在实际情况是 旅友越来越多 参加各种极限运动的人 越来越多 但是出事越来越多 刚刚有一个报道 67名旅友爬山被困 搜救队员呢 一边去救他们 不能不救啊 见死不救这不行啊 对不对 队员一边救 一边叨咕 救这 救这条线 救这个地方 我们都救过五次了 这事发生在浙江 宁海县 宁海县呢 救援大队接到报警 说67名 来自上海的旅友 然后呢 在海宁县 与天台交界的山区 到那去玩 然后呢 又赶上不好的天了 暴风雨了 然后呢 接到警厅之后 消防队呢 就全体出动啊 泥呀 水呀 然后呢 就就就 这叫百里奔袭啊 临近的天台 县取得联系 然后调集专业消防救援力量 地方救援力量 伸更吧 也伸一脚前一脚 去救 到现场的时候 五名消防队员 与当地的三支救援队 什么海豹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 飞什么救援队 总共13个人 带着水浴 救援设备 山岳救援设备 粮食补给 保暖物品 到山上去 当地人说呀 这地方真是很危险呀 平常 水流清澈 环境优雅 比较适合游玩 但是呢 一旦遭遇大水 河流的集团向上 很多危险因素 出过好多次事了 游客被困 非常容易发生 这个支持队伍到了之后呢 就发现 海用 卫星电话 当地没电话 跟海宁消防救援队 取得联系 了解内部情况 然后无人机又飞上去了 热成像仪 然后精确地定位 各位被围困的位置 好 打湿了 动得浑水瑟瑟发抖 站在水里 有的人已经失温了 这失温不是温度低 是人的身体已经失去 自我调节的功能了 长距离的山地 跋涉 体能呢 下降 突然遭遇 情绪不佳 好家伙 这种情况之下 救援大队 人家展现特长 然后拿着绳子 拿着水 拿着什么什么 最后把67名旅友 全部给救了 事后一查 这批旅友啊 65个人是旅友 两个人呢 是旅行社的司机 来自上海 不同高校 都是一帮孩子 一帮孩子 送回到上海了 然后呢 参加搜救的这些人呢 他们也是 那疲劳的很 说这个地方 本来就没开放 旅友呢 他们自己来玩 他们要说 我们自己开发的 山路很陡 上山 上山 光是上山 要爬六个小时 这五年里 光是他们这帮队员 在这已经救援过五次了 其中两次是上海的旅友 一次是浙江的 这个江苏的旅友 还有什么浙江的旅友 看着山里是大太阳 一阵乌云飘过 暴雨就下来了 一下雨 这就是水流击喘 旅友当场就撒掉地狱 标示 没有了 这次救援 压力很大 平常水流穿急的地方 你架隔绳子就能过去 这次旅友太多 救援难度太大 参与救援的力量也很多 而且都是一帮大学生 来自上海 分出两个团队 这些吃尽千辛万苦 把这帮人救起来 救援团 救援的队员说 说那你怎么 你能怪他们 就是一帮孩子 就是一帮孩子 你不能怪他们 但是旅行说 你总得 你导游 你总得知情 类似这种事情 在各地都有 户外极限运动 现在据说 人均到多少团美元之后 吃饱了撑的的人 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就多了 应该鼓励应该支持 鼓励更高更快更强 鼓励大家见识 什么都是好的成就感 愉悦感 对不对 还有成瘾性 什么都好 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你们就玩大的 玩野的 先说是拿自己命去 开玩笑 其次对爸妈 不负责任 像这种事 国家反正现在有个考虑 从国家立法层面 来推动 启示一单为应急救援队伍 还有社会的这种应急 对于救援队伍 还有特别志愿者 对这种事情应当合理收费 应当进行必要的规范 因为这事我说了光这个地方就连就了五次 我就问您收钱不收钱 该不该收钱 有人说了 那你人民至上 是吧 以人民为中心 就不应该收钱 人民关天 应该怎么样 可是 可是您想过没有 这些理念原则都是对的 但是你在这属于你自己为了发展个人爱好 你自己没事玩玩命 你把大家拉到那跟你一块玩命啊 你是负责任吗 国家的资源用在你身上了 是你自己冒险造成的 这个地方国家不允许到那个地方去从事探险活动 没有开辟的地方 那这事你不负责任的 如果要是继续下去的话 等于说鼓励你接下来这么干的 联合救援这种形式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怕出事 一旦出事 我告诉你 地方政府的地方长官 哪是一脑门子汗呢 你搞这种探险活动不是不可以 但是是不是应该有专业门槛啊 你所有的旅友是不是应该有个资质啊 你这个组织利益相关的条件具备不具备 是不是应当有个人来把把关呢 以外生存能力 你的专业素质能力 你的专业知识探险留目的 你这些事有没有认识 有没有人负责呀 盲目的 鲁莽的 想来就来了 上来之后 好 一高兴 网上一联络 反正是哗啦啦一下子 一见面才认识 你也去 你也去 好 背着包就上山了 严格来说 像这种户外运动 对参与者来说 都是有专业要求 你不具备 就很容易遇到威胁 现在有些人 他自己参与这种活动 积极性特别高 没出事 都觉得没出事 我干了 我玩了好几年了 没出事 我们互通的孩子就觉得没出事 你出事就晚了 出事就傻了 人家地方政府 人家也承受不了 2020年有一个关于什么户外登山运动的事故分析报告 这显示 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动研讨小组的不完全的统计 2020年一共就发生差不多300起登山户外运动事故 300起光登山事故出了217起 死了9个人 死了9个人 一个人永远找不着了 93个人挂彩受伤 那没上山的 我就是徒步的 我穿业的 死了7个人 11个人受伤 受伤这些人大部分都是 积极性很高 打了鸡血一样 参加很短 技术装备专业知识都很缺乏 最重要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 大家在网上一联络 你问他你受过训练吗 受过 你专业怎么会 考什么考 什么都行 好 没有专业人士 没有专业机构 这种的极限运动非常容易出事 你救援的时候 地方为这事 地方政府说 我不敢不救 消防 公安 警器代表 政府救援队 商业救援 公寓救援 义务救援 大家联合救援 大家在一块来 必须得救人 人命关天 但是你这种救援的时候 这钱谁出 你食物的补充 你得开车上去 你得有直升机 你得有无人机 一大堆的事 搭上人 搭上功夫 还有救援队本身也可能受伤的 这种事情到底谁来负责任 你没有开辟的警区 你在那出不了事 你是不是得交钱 所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 现在急需要来明确 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把这种的安全的责任 谁承担义务 救助的义务 把这件事 权利责任 义务捋清楚 有人说国家有旅游法 对呀 国家有旅游法 但是现在大量的人 他不依法 旅游法第八川二条规定 旅游者 在人身财产 安全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 当地政府 相关机构 进行救援 这地方政府一看 这条说我们的 他们跑到没开发的地方 跑到就折腾 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 我们一接到这信 第一时间就紧张 恐怕出现任何闪失 那旅游法也规定了 中国出境旅游者 在境外陷于困境的时候 有权请当地的使馆救助 救助之后 应当支付 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就是说在咱们旅游法当中 关于个人承担费用这事 有那么一个小尾巴 有那么一个小尾巴 但是这事 因为规定的不细 这到底 到底应该付多少钱 付什么钱 对不对 这事很难说 而且如果当地使馆出了人 使馆的钱要你来出 那没出还好 一出 救之前 他说只要能救我命就行 等你救完了之后 他又说的了 海外机构 国家机构 不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他们居然还要钱 我告诉你 会生发成另外一个事件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说明 这种事啊 为了您的安全起见 我们国家法律需要 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政府救助 那当然责无旁贷 但要强调的是什么 遇险这个旅游啊 你有权利要求 请求人家救助 对吧 但是接受救助之后 旅游者 有一个必要的义务 那就是你出钱 你不能你自己玩疯了 玩 玩砸了 然后所有的费用 都由国家来出钱 国家什么部分出这个钱 对不对 政府需要把更多的资源 和精力投放在 其他的公共领域当中 旅游啊 你在 你在 不可能导致公共 你没有权利要求 公共资源 无底线的 给你付出 你现在如果旅游 你现在发生缩的钱 都要国家来负担 公共财政负担 那就会导致什么结果 反正国家会管 咱进去 不管他 反正国家会来救援 上次我们出不来了 我们一打电话 然后呢 救援队就来了 你这不是 这叫第一是不理性 第二呢 有更大的这个危险 明确有偿援助 明确有偿援助 这有可能减少一部分 非理性的 这种探险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 有一个教授 我看他说了几话 讲得很好 他说呢 可以考虑应急救援队伍 管理法 有这么一个法律 比较系统的 对社会救援的 各种各样的队伍建设 救援费用啊 情况做出规范 对户外极限运动 进行组织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有救援技术 救援素质 他们呢 可以当兼职 很少就专职人员 比较机动灵活 为方面管理 应该呢 这些组织 你做好事 也得民政部登记 必要的时候 可以考虑 社会应急组织呢 要建立数据库 以利于政府了解情况 也帮助那些旅友们 你上数据库搜集啊 这个地方 离这百公里范围之内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才能够 事故发生之后 那这个 对那些遇难者 对那些遇险者 做救援 说到这儿 想起来 白银那个事 对吧 景泰县 一个阳官 救了好几个人 放羊的 救了好几个人 你说人放羊的 如果没有他 这几条命就没了 都已经失温了 他把他们救回去了 救回去了 然后呢 一顿照顾 然后这人又缓过来了 接下来又正常了 这阳官 你说要不要给人补偿啊 人家阳官说 我啥都不要 我啥都不要 啥都不要是高风亮节 你不给人补偿 那这道理上说不过去的 但是这些事 法律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啊 因此这些事 完全由政府一事一役 和法律 做出明确规定 那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国家 有的地方 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 规定旅游自负的援助 比如说安徽就做的比较好 安徽呢 禁止在 禁止 在没有道路通行的区域 在那地方 搞什么什么 风险较高的旅游活动 违反钱款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的救援费用 应当有旅游活动组织者 及被救援人自行承担 安徽出台这么一个东西 有人骂 有人说 安徽这个东西自己想摆脱责任 不是想摆脱责任 安徽是想对你负责任 对吧 你旅游你是 你自己谁 你觉得谁都不放心 你自己对自己放心 不放心 你自己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出了事你不承担责任 那没有道理啊 因为你这样做呢 安徽这个做法呢 专家说认为 它是符合我们民法权利 义务责任 相协调统一的 法治原则的 而且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出台 还是现在这样 前段时间比较混乱的局面 那不行 但是光是安徽立这么一个法 拿回旁边其他的那些省呢 所以国家层面可以考虑立法 对这个事情呢 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并且地方要以此为依据 根据自身情况 然后再来立法 如果法律比较健全的话 如果法律比较健全的话 那像这次呢 这种百公里越野赛跑 一下死这么多的人 就有可能完全避免 我也刚刚当过旅友的 我去过几次 后来我这个关节不行 登山不行 所以我就不去了 经常有人跟我说这事 好啊 好事啊 但是呢 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 不必要的牺牲 这是对自己负责任 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